网红成名付出的代价 第一位吴永宁 吴永宁是一位国内极限高空挑战者 在最后一次挑战的时候 贴着墙面努力挣扎了20秒 最后失手坠王 年仅26岁就一年早逝 第二位孙奕轩 年仅19岁的孙奕轩为了出名 经常在直播中暴饮暴食 长期使用高碳水高热量多油食物 最终导致脑溢血猝死 让很多人都感到惋惜 第三位王向君 西藏冒险王王向君 在西藏拍摄时 不幸失足落入冰川暗和失踪 经过长时间的寻找后 最后遗体被找到 事前报告证实是意外身亡 第四位河南美美 22岁的河南美美 是一位小野名气的网红 在单人徒步西藏的时候突遭变故 在上坡的时候助力车失控 将其碾压至当场死亡 第五位刘安 刘安是一位年仅24岁的 驿装飞行挑战者 在张家界驿装飞行过程中 由于降落伞位打开 直接坠落2000米高的悬崖 在搜救几天后 找到了他的遗体 最终遗憾离开了人世 第六位罗小猫猫子 罗小猫猫子因为感情问题 产生了抑郁症 在直播的时候 当着数万网友的面 喝下了农药 可惜的是两天后 还是香香玉允 令人十分痛心和惋惜